大家好 歡迎收看叮噹碼頭環節 在這個環節會和大家講一些精彩刺激賽事 坐時光機看之前 估計下一次究竟會跑得如何 未講之前還記得未訂閱這頻道朋友 右下角會有四星龍珠 可以按下去訂閱世雲香港人賽馬頻道 右手邊也會有我的IG 大家可以追蹤 初日也會在半小時前按我Story 都會看到有些提供 立即帶大家看看今次有哪一場叮噹碼頭的馬要留意 歐洲傳奇這一場輸十幾馬位的泥地就不用看了 但是他季初那一場表現得相當不錯 亦都和前面的自強不適鬥到難分難解 我們可以看一條影片 其實會看到紫色衣服在我右手邊 就是那隻歐洲傳奇 自強不適在前面也走得很順 所以進到直路 其實你會看到很早網空島 那天後面較後長次都是後面風芒勁路追上來 而歐洲傳奇 在這裏其實還未能取得太多的平衡 進到剩下2003米左右才可以擺正堂太 當然了 梁家俊 力騎的了 但是裏面自強不適都沒有斷 反而將後面的馬越脫越開 結果勝負距離都沒有被收窄 不過就會看到其實都已經是一場出色的賽事 因為其他馬都比他越脫越開 身前身後火轉或自強不適 再出亦有好表現 反而夜來他就不是那麼擅長 好了說完這裏之後 大家可以知道這次歐洲傳奇 他又再次跑泥地日賽的遷移 所以大家就要多加留意這一類型的馬 有時候夜賽的大敗 換回來有個好分頭 一場半場 如果你看到他操練也正常 實在是無需要太過介意 有時泥地一場玩一場好一點 始終他的場地偏差過大 好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叮當碼頭 稍後還有更多精彩節目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記得按訂閱鍵和Follow我IG 我們等待其他節目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